我們在這談到天音官 七喪 為什麼會取名這個七喪 我們就想像一下 如果人貝三世如為的同胎準世的話 很可能你這輩子是當官的 表示你有這樣的才華 這樣的能力 有這樣的獨報 你上輩子可不可能也是當官的 會喔 不要去懷疑這種三世英國對我們產生的懷疑 所以我們剛才講 假設你前輩子是自殺的 你這輩子也很容易會在自殺 因為它變成會有一個習性慣性 那問題來了 在我們當官的這種官場戒裡面 就很典型的一句話叫做什麼 苛震猛怡 金官與貪官怎麼樣 更可怕 如果有這樣的論述 因此呢 如果你前輩子當官 你一個施政錯誤 會不會比那個家人大盜 拿著刀子 去跟人家打家結社 那我請就是 搶一個人 殺一個人而已 那你一個當官的 施政決政錯誤的話呢 那個百姓有沒有可能因為這樣子 一死就是什麼 上千人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喔 不要拔贏喔 我們剛剛就看到那個歷朝歷代以來 譬如說 這個朝廷在年初的時候 補了一個掛 今年的國運 砍回水 各位學藝心就會知道 可能砍回水就是為 做水災啦 大陸做水災是比台灣的這種主持流 可怕十幾萬倍 那個一個長江黃土都比一個海面還要來的更加遼闊 那水量更加的可怕的大 那 如果政府把一個 要來除河堤 防災這樣的一個公盤 撥下來了 你當官了 啊 跟你講什麼 這個乾隆要南巡下江南啊 你就趕快把這筆錢呢 移來蓋他的漂亮的行工啊 要來巴結款待這個皇帝的話 那我就疏忽了 合體的興建 結果 皇帝 南巡 幾天他走了 那你合體來不及見 洪水一來 液淹水 淹掉十幾個村落 然後一死 幾十萬人 我問你 這筆帳算在誰頭上 當然是 算在你這個當官的頭上啊 所以叫 七殺 知道嗎 所以 各位去記住 七殺是天官 就是從事一種事業運 代表呢 你是一個動態的 你這樣的行情 你對你事業的衝勁 充滿了這樣一個幹勁 充滿了這樣一個積極心 可是 你要特別注意 你這個七殺的殺生惡業呢 是不是也很強烈的 有產生 如果你這個七殺的殺生惡業有產生的話呢 對於你的身體健康 對於你的意外行傷 對於你的血光之災 甚至對於你的這種 煙心在主的 沖刷干擾影響 可能也會非常的強烈嚴重 這樣了解嗎 那你那種七殺太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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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那種 那你那種七殺太狂 那你那種七殺太狂 沒錯 這個我們可以慢慢再來了解 來我們今天休息一下 我們再來繼續來聊 其他的星數的特性 所以我們現在面對這個 偏關七殺 偏關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把它定義為 它就是具有非常強烈旺盛 四葉運的一個星數 這一個星數基本上 對這個四葉發展來講 是很不錯的一個助力心 但是如果它過旺 尤其特別要注意 如果它是帶那個 木屎 草跟味 這個地方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土來講的話 在十二個地支叫陳旭草味 那中間裡面呢 有兩個是陰土 在陰土的話 我們就把它做到叫 陸 陸陸 陸陸 那個陸陸呢 在一般的八字頓數裡面 還有一種手法 叫做 面極裡面 帶 味 也就是說我們可能 十個其中心數 都有可能是 從陸陸 那這個從陸陸 陸陸 最嚴重的就是 欺煞心 帶仇俚的陸陸 那表示呢 你這種前世所造成的這種殺生液呢 就會非常強烈的旺盛 那另外還有一種呢 叫做什麼 桂肝 在人命族裡面 如果有根層 就是日柱 然後呢 他出來的心數呢 是偏硬 那我會發現呢 這裡面的神殺星呢 就叫 桂肝 那這個桂肝呢 就是很典型的叫做 將軍命 所以他所產生的影響性呢 就類似跟這個七煞很像 我們說一個 帶兵作戰的將軍呢 不可能每一次 他這種行兵打仗呢 都是非常和夫天理正義 會不會有這種 誤殺 善良百姓 無辜百姓 這樣一個作為會出來 所以呢 通常也會有些 天津再感染不下的產生 像我們之前 我就遇過一個師兄 33歲 清大生物科學研究所畢業 生物科學研究所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現在最夯的 叫做生物科技 像什麼那個 海膽團員不是轉型的嗎 做什麼健康養食品 做什麼 做什麼葡萄安康 做什麼綠米芽 這種化妝品之類的 都是屬於現在最熱門的 生物科技 生技產業 好不好 前一陣子那個 台中角頭被暗殺 他不是開了什麼生技公司嗎 類似這樣的一個公司 各位請體會一下 一個國一大學 讀到研究所 生物科技 這樣的一個高材生 畢業了 你知道他做過 33歲 他做過最高的工作呢 是什麼 是台北縣政府 之前那個 不是發發的很多故公出來 那種臨時的故公 一個月就是賺3萬塊 他做了半年多的工作 他命局沒有37萬 都是在命局 然後呢 他多有趣呢 因為他有這麼高的一個 背景出來對不對 他到我們台灣所有 生技科技的這種公司去應徵 履歷表繼續啊 主管看到都很高興 來趕快來應徵 如果他能夠應徵進去的話 當一個生物科技工程師的話 父親對心都是15萬幾 每一家公司看到他的資歷都很高興 通知他去應徵 每一家公司只要看到他 沒有一家公司 那你看到他33歲的年紀人 幾乎都是 我們都叫做面帶黑氣 你可以去體會了 我們看到他命理 算命之間來跟你講 喔 你這個烏雲造底喔 面若煞氣喔 很難去想像 你看到他就知道 那一句話是什麼意思 他平均每一年都要發生意外 這個 骨折 腳折 幾乎已經是成為慣例的 手腳都慣過了 然後 那個 有一年更加糟糕 那一年壯快的兩輛摩托車 他住在台北縣 永河主持在那邊 他可以騎著摩托車 騎到最後 莫無無其妙 就衝上去那個 旁邊的那個 連繫道上 他把整個機車撞得稀巴爛 那也不成 那真的還無所謂 他想說 不要騎機車總可以 我坐公車總可以嗎 走在那輪行道上 我的輪行道有很多那種 放在輪行道上 立式的招牌 跟你的招牌 崩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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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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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